养狗是开心的一件事 回到家的时候 它摇着尾巴迎接你 在你身边打转撒娇 看着它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 可有的时候 狗儿任性起来 又做出很多让人费解的事 甚至可能是不良举动 说也说不听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也许并不是他们不听话 而是我们误解了 狗儿想传递的信息 每只狗有自己的思维模式 在它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但因为我们不懂狗语 只能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套在它们身上 而狗儿心理学 就是教主人认识和解读狗儿本能的肢体语言 从而矫正不良行为 也算是一种训狗手法 养有两只宠物狗的赖素营 对狗儿的心理颇有研究 经常在网上分享经验之余 也开办狗儿心理学线上课程 它也很关心流浪猫狗的问题 为了赚取额外收入 它另外经营着宠物寄宿的生意 以负担流浪猫狗的结诈费用 我开始养第一只狗狗心巴的时候 跟很多主人都一样 就是很爱它 就很想把最好的东西就给它 所以就花了很多时间自己去学习 狗狗按摩 狗狗饮食 狗狗行为等等的 所以我就去找很多的方法 只要对它有帮助我就去学 所以在当中我就学习了 很多照顾和教导的方式 那么另外呢 以前我工作的地方是在工业区 那么工业区都有很多的流浪猫狗问题 那看见它们很可怜 就开始喂它们吃饭 那么后来呢 又看见很多小狗 有皮肤病啊 有一些严重的 一出声 眼睛就是瞎的 或者是脚就是瘸腿的 也是看到很可怜 就开始带这些母狗去结诈 甚至我领养了一只 是我常常去喂的一只流浪狗 就是娜娜 主人爱自己的毛小孩是无庸置疑的 它们都会付出时间 心血去学习养狗 想更了解自己的宠物 但有的时候错误的观念和教育 反而结果不如初期所遇 所以想训练狗 让狗听话是需要正确的方式 多了解它们的世界 也就容易琢磨它们到底在想什么 当你学会了狗狗心理学之后 首先你会发现 你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主人 很多时候我们跟狗狗沟通 永远只有我们讲 没有狗狗讲的 都是要求狗狗在听我们讲 要求狗狗去跟我们的方式 但是其实很多主人会说 我的狗狗它不听话 其实它不是不听话 而是它想要跟你沟通 但是你却不听 又或者说 你根本就听不懂它的语言 比如很多主人会跟我说 我的狗狗它不喜欢梳毛 甚至它们会说 我的狗狗它讨厌梳毛的 可能它是不喜欢你梳毛之前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你帮它梳毛的时候 弄到它很痛 很不舒服 又或者说这个时间点 其实它要去玩 它要去吃饭 它想要大小便 你去抓它来梳毛 又或者说 你帮它梳毛的那个动作 你的身体语言威胁到它 使它不喜欢 所以其实狗狗它不是讨厌梳毛这件事 而是讨厌你帮它梳毛的那个方式 狗儿有这些外在的表现 基本是由心理因素主导 有的人会把狗送去训练一段时间 但最后跟狗相处最多的还是主人 唯有调整主人和狗相处的技巧 才能治标又治本 训犬师通常是在短时间内 教导狗狗如何服从 但是主人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他服从训犬师 不代表他会服从你 那么狗狗心理学这个课程 其实是没有直接教导狗狗的 是直接教导主人 所以我应该是算是训主人师吧 我比较鼓励主人 在狗狗还没有有行为问题的时候 就来上课 因为很多时候狗狗的行为问题 都是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 有很多主人 他们会烦恼狗狗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乱乱大小便 散步的时候乱乱冲 甚至是会咬人 其实这个很多时候 都是主人没有设定好规矩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又或者说这一套所谓的规矩 是根据主人的心情的 今天主人的心情特别好 那就让狗狗散步的时候 乱乱冲 乱乱拉 不要紧 那另外一天 主人就要求狗狗 要在旁边乖乖跟随 其实这样的教导方式 或者这一套的规矩 是很为难狗狗的 狗狗的头脑是很简单的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就不可以 没有灰色地带的 当有灰色地带出现的时候 就是坏行为出现的时候 养狗也不能一昧地要求狗服从 也不要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它 不然狗狗会产生抗拒的心理问题 狗能读懂主人的面部表情 也能在声调中识别主人的情绪 在跟狗狗互动的当下 无论我们是开心 紧张 放松还是害怕 它们都会感应到 所以主人的心情是会影响狗狗的 比如说你带狗狗出去散步 突然之间你的情绪受到波动 一下子你很紧张或者害怕 狗狗感受到你很紧张害怕的时候 它会做出反应 想要保护主人 那通常这个反应就是它会去攻击 它认为令到主人紧张的人 所以主人需要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 不影响狗狗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点 来跟狗狗做有效的沟通 狗也会患上心理疾病 最普遍的就是分离焦虑症 狗喜欢跟主人相处 依赖主人 但如果过分依赖的话 一旦主人离开或者出门 见不到主人 狗儿就会坐立不安 没有安全感 轻微的时候 当主人离开家里的时候 狗狗会开始乱吠 乱叫 那中期的时候会开始拆家 捣乱 乱大小便 那么到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自我伤害 狗狗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一直去舔自己 咬自己 导致皮肤病 很多主人在初期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没有好好去处理 所以到严重的时候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 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把你关在家里面 什么都不让你做 不给你出门 你会怎么样 不过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想象了 我们全部都经过MCO的期间 但是这个比MCO更严重 不能出门 家里面没有WiFi 你也不是work from home 也没有电视机 也没有手机 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叫你坐在家里面而已 那你会不会发疯 可是这个却是很多狗狗的热场 养狗不能一昧的逆宠 改正训练狗儿的方式和对它的态度 更容易让我们走进狗儿的世界 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亲密 对它们的行为多加关注 给它们多点体谅 就能避免小问题引发成大问题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